我們來看一下這個202快樂小學學生名冊 這個名冊到底要做什麼? 它這邊有個題目說明 一個情境 就是說 這個叫快樂小學 考慮目前學童有 體重過胖問題 那想要做一個什麼? 體重的檢測 學校體育組 依據有一個標準 世界衛生組織 學會使用的公式 男生跟女生不同 男生的話 是差別好像公式乘以70% 然後女生的話是乘以60% 所以這兩個差別就是說 如果是男生用男生的公式 如果是女生那用女生的公式 所以這邊的話 顯然會用到一個函數 做邏輯判斷 然後呢 以Excel計算每個學生的標準體重 並顯示 應該要增加還是減少 大概是這樣 不過我是覺得這題目有時候設計 它要呈現的好像沒有那麼清楚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一樣開啟這個範例題 所以 待會一樣請各位先開啟那個練習題 202 那這一題的話呢 打開之後的話就長這樣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其實還有男 80 女 70 他的指標 然後標準體重要算出來 那算出來之後呢 再跟他這個人的 體重做個計算 如果呢 他的體重 比 那個什麼 比他的 他的體重 比標準體重呢 他的體重比標準體重還輕的話 那就要增加 如果他的體重 比標準體重 還重的話 那就要減肥 所以這邊後面有個增減體重 就是這個藍位的意思 我剛剛看半天也搞太清楚 最後呈現出來的結果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我有一個做完的結果 202A 這個結果的話就在長這樣 有沒有 就是他的體重 是 他的體重 這個女生 他的體重45公斤 他的標準體重的話是 50 所以他需要什麼 需要增加5公斤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前面 沒有一個 減 那 這個是什麼 這個人 這個女生 他的體重是58 可是他標準體重是57 所以他必須加個減 1公斤 所以要讓他顯示出來 所以 當然這個後面文字不是叫你自己打的 你必須用 Excel裡面的 格式 把它做出來 OK 反正就是讓他顯示 比較簡單 不是用人工自己去敲的 這個字不是自己打的 那其中還有一種是完美身材 有沒有 完美身材的話就是 他如果60公斤 他的標準也是60公斤 那就是完美 OK 所以有 正的是黑的 要減肥的 所以其實 應該要把哪些人找出來 就是要減肥的那些 所以紅色字 通通要把它抓出來的意思 OK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就 大概知道原理原則之後的話 我們就開始 針對那個 題目的設計 逐一來看 那當然第一個的話 他說 依據性別 在 H1 H的話 其實我們剛才這樣 我覺得這樣縮小放在這邊 好像這樣看 比較能 比較好理解 而且比較能夠 兼顧到那個 儲存格的位置 H在這裡 所以 H7 到 H60 應該就最下面 意思就是要你去計算 這個標準體重 然後他有一些要求 他要使用RUN UP 什麼叫RUN? RUN的話是 適捨五路 UP的話是 剛好要 把小數點 無條件 淨位 也就是如果 本來多少.1 那就舍 舍去嘛 有沒有 可是UP的話 只要你有小數點 就無條件淨位 比如說你是70.1的話 利用RUN UP 他就會變成71 直接淨位 那IF的話就判斷 這個我在猜應該是判斷男生女生吧 然後呢 使用標準體重 指標進行標準體重的計算 OK然後呢 將 結果無條件淨位 取自 所以 不管他是 有小數點就自動淨一位就對了 OK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就是要把公式給打出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這個標準體重公式 直接試試看 看有沒有辦法把它計算出來 那這個公式剛剛他有提到 在這邊 他的身高 減掉什麼呢 體重 標準指標 乘上70% 如果是男的 乘上60% 大家就女了 OK 所以喔 看一下身高 其實這樣 我發現還是這樣 看題目會比較容易一點點 這樣子 那你可以看到喔 他這邊有一個什麼 身高 身高在哪裡 身高在這裡 有沒有 然後減掉 什麼呢 他的標準體重指標在這裡 那有男生有女生 所以男女要不一樣喔 OK 然後呢 再去乘上不同的 性別 那請你把這個公式打出來 想想想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喔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來看一下標準體重的計算 那計算的話 題目也要求要有兩個函數 IF 跟Round Up 那所以呢 其實你可以分三階段完成 第一階段的話比較簡單 我計算公式 但是我不要分男生女生 我先算男生的好了 所以男生的公式應該等於什麼 先刮鬍 他的身高 這個身高 然後呢 減掉 他的什麼呢 標準 指標 所以這邊減掉 假設我把他全部都當男生 減掉什麼 指標應該在這裡 男生的指標在這裡 OK 然後呢 刮鬍之後的話呢 再來乘上多少 70% 你可以用0.7來代替 0.7 那這樣的話呢 其實就是他的 標準體重 不過 當然你執行之後呢 他會出現50 不過這個50是男生 可是他是女生啊 那怎麼辦 沒關係 第二階段 請你再把這個公式減下來 OK 有沒有 這個公式應該會吧 就是他的 身高 有沒有在這裡 體重在這裡 然後還有就是 乘上多少 不過還有一個問題 就等一下這個 這個會向下填滿 所以如果向下填滿的話 假設你指向的是這個 G3的話 那記得這邊 要把什麼呢 把那個 G3的3 前面加個前輪 為什麼 因為你向下填滿 你的這個位置不能變 所以記得G3這個位置 要把它打勾 OK 這樣子 第一階段OK了 第二階段的話呢 再來利用 if做判斷 因為有男生女生嘛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 男生的部分的公式減下來 再來 插入一個if if的話在 最近使用過的 或是邏輯也有 if 按確定 那接下來就判斷男生女生 那怎麼知道男生女生 就是根據這邊有個性別 所以點一下這個儲存格 應該是 是17吧 如果他裡面等於什麼 等於男 所以這邊輸入一個男生的男 那如果是男生的話呢 那我就是用剛剛那個公式 那反之的話呢 那我用女生的公式 女生的公式 其實你可以再貼一次 不過呢 你可能要改 改哪個地方 應該知道吧 女生的話應該是這個標準不一樣 所以標準的話應該是G G3下一個 所以這邊把他改成多少 G4 那另外的話呢 他的那個 乘 這邊是乘百分之七十是0.7 乘百分之六十應該乘多少 0.6 OK 這樣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所以呢 第一個階段先做這個 第二階段就把他剪下來 貼到衣服裡面 判斷男生 利用這個來改應該會比較簡單 所以 第二階段 按確定就OK了 好 第三階段的話呢 因為其實他最後得到的結果 他會是一個小數點 49.2 那因為呢 我需要怎麼樣呢 把他 無條件進位 也就是說如果49.2 無條件進位應該多少 取到整數 就直接變50了 不是四捨五入喔 OK不要誤會那個意思喔 也就是只要有小數點 一律就進位就對了 不管他點1點2點3點4點5 反正不管點多少 一律都進位 那進位的話呢 就自動加1就對了 所以49就變50了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所以呢 按確定之後的話 下一步就是怎麼樣 再加上run 這邊 題目裡面有提到 用runup這個函數 OK 然後有沒有runup就是 無條件進位取至整數 整數的話就是沒有小數點 所以runup怎麼做 一樣再把這個公式 包含等號剪下來 再插入這個函數 插入函數 那他應該放哪裡啊 我記得好像在數學吧 你們找找看 如果沒有你就從頭找到尾吧 OK或者打一個r 然後呢往下找 應該r開頭的應該有個run 應該是數學 數學類的 數學類的 然後往下找 應該r開頭的吧 r1d有沒有 有了 有沒有 這個是四捨入 這個是無條件捨具小數點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無條件進位 OK 那按確定之後的話 就把剛剛的公式貼到 lumber這個地方 49.2 那lumberdigit這個地方的話 你要取到哪一位數 如果輸入0的話 他就會取到整數 如果輸入1的話呢 他就會取到 小數點的第1位 2的話呢 小數點的第2位 一直類推 如果負數的話呢 剛好就是整數啦 所以這邊請你輸入0 好 那得到的答案就到 無條件進位嘛 OK 所以他點2 所以進位之後變50 按確定 好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最後的答案就這麼長一串 有沒有 當然我剛剛其實只是分三階段做啦 1 先做男生的那個 計算 減下之後再插入if 在第三階段就是run up OK 這可能 比較難一點啦 這一題應該最難的就是把這個公式做出來 OK 其實答案雲端上也有啦 不過我是輕易這個一定要會啦 以後的話 再付長的公式 你可以拆分 從裡面一直往外做就對了 OK 這個啦 先做 第1階段應該是這個 再把這個貼到if裡面 有沒有 if這邊 第3階段就是run up 這個地方 三階段 OK 那完成之後的話呢 再來把它向下填滿 就有標準體重了 你說老師為什麼它變成 減減減減減 那K公斤 這個是預設的 這個本來就有了 這個不是我家的 這個本來內部就有這個啦 所以它格式這個已經有了 你就不要去跟動它 反正呢 最後就是得到一個標準體重的一個公式 再來的話呢 有這個公式之後就可以把正前體重算出來了 題目好像蠻簡單的 題目好像是說呢 I7到I61 意思就是把標準體重減掉體重 OK 所以呢 標準體重在哪裡 在這裡 減掉它 所以就 H7減掉G7 G7減掉H7 是不是顛倒 標準體重 剛好顛倒 H7減掉G7 所以等於 這邊打個等號 H7減掉 G7 打個勾 這樣就OK 向下填滿 但是呢 這個地方顯示出來的 不是我們一樣 連環也都全 就不對 它是希望 如果它 要減肥前面要加個減 然後是紅色的字 那如果剛好0的話 就是完美身材 那如果是 正數的話呢 那就是 要 就是要顯示幾公斤的意思 OK 就是說你要減幾公斤的意思 你要加幾公斤 OK 好啦 試一下這個部分 請各位先把這個公式跟這個完成 畫面還給各位 好燃 好燜 開動 好燜 好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